特斯拉第一季度交付 虽创下季度历史新高 但股价却连续三天下跌 已从近期高点下跌10% 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发现 特斯拉高端车型S和X销量严重下滑 而且特斯拉每个季度车辆的库存一直在上升 投资者开始担心特斯拉的需求问题 质疑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特斯拉可能会继续降价 从而导致毛利率和盈利受损 这期视频我将从需求和毛利两个角度出发 探讨特斯拉长期需求是否会不足 以及降价是否会对特斯拉的盈利带来影响 相信看完本期视频后 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特斯拉的市场地位和潜在增长机会 首先我们来探讨需求的问题 我认为只要价格合适 需求永远不是问题 90年代的中国没有几个人有汽车 并不是因为大家没有需求 而是因为买不起 正如特斯拉副总裁朱晓彤在投资者日所说 一个好的商品 只要价格合适 就一定会有需求 而特斯拉正是EV领域价格的王者 现在大部分其他车企 每辆车都在亏损 例如福特毛利率负40% 路德西毛利率负247% 未来汽车亏损持续扩大 就连特斯拉在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比亚迪毛利也只有3% 且在特斯拉降价后第一季度销量比起上个季度显著下降 特斯拉拥有超过20%的毛利润 所以特斯拉只用发挥其毛利优势 需求就不会成为问题 当价格足够低时 市场需求必然会增长 经常有人说 电车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将影响特斯拉的需求 但我认为特斯拉的竞争者实际上并不是敌人 而是特斯拉的广告牌 特斯拉竞争者的广告会让更多人对电动汽车产生兴趣 推动燃油车向电动汽车的转型 但当消费者对比同等价格的电动汽车时 他们会发现为什么特斯拉的车要好那么多 从而去选择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需求的下降并不是因为其他竞争者导致 特斯拉仍然在扩展世界各个地区的市场份额 美国本土仍保持64%的电车市场占有率 中国市场第一季度保持增长 而比亚迪却在下跌 欧洲Model Y刚一上市 就成为全欧洲最畅销汽车 特斯拉需求的下滑 是因为全球宏观经济导致 美国利率从2020年的0.05到现在的5.1 银行接连倒闭 二月空缺职位数降至两年来最低 全球经济整体放缓 所以竞争者导致特斯拉需求下降的说法 我认为不必担心 同时世界所有国家都在支持电动汽车发展 主要原因是应对气候变化 所以全球电动车整体的需求将不断增长 政府对电动汽车的补贴和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将促进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 预计在未来几年 电动汽车市场将获得超过5000亿美元的投资 而特斯拉将会成为这里面的最大受益者 那么接下来的核心问题是 特斯拉通过降价保证需求 长期来看会不会影响它的毛利率 那些担心特斯拉会再度降价的人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因为它是一定会继续降价的 所有的科技产品都会因为技术的提高和产量提升而削减成本 最后这削减的成本再传递给消费者 但这并不代表企业的毛利就降低了 例如现在燃油车与90年代相比便宜很多 但它的毛利率也并没有降低 与股神木头姐的方舟基金通过使用赖特定律预测 特斯拉将在未来十年继续降价 但同样保持世界领先的毛利率 赖特定律说的是当生产数量翻倍增加时 成本就会以一个恒定的百分比下降 方舟基金曾经成功地用此定律 在所有人都认为特斯拉将会破产时 预言特斯拉将会盈利 阿尔克预测 燃油车想要产量翻倍的话 需要29年 而电车只需要一年就能产量翻倍 可见未来电车降价的空间比燃油车要大很多 降价可能会短期影响特斯拉的毛利率 但长期看 特斯拉仍会维持一个高毛利率 因为降价会扩大市场规模 实现生产量的累计翻倍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使得毛利率提高 这是分析师们可能没有考虑到的事情 特斯拉在降低产品售价的同时 仍能保持较高的毛利率 这一点对于投资者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它预示着特斯拉在未来将具备更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特斯拉正在加紧生产 在全世界各地修建超级工厂 例如即将开始修建的墨西哥工厂 预计每年能生产300到400万辆汽车 而且会专门生产特斯拉下一代平台的新款廉价车型 廉价车型将会垄断中国市场 大部分传统汽车制造商则无法跟上特斯拉的步伐实现量产 电车实现量产难度非常大 马斯克直言特斯拉在生产上曾遇到过地域般级别的困难 2018年离子精炼锻炼导致破产就差一个月 现在其他车企都在量产的路上苦苦挣扎 通用汽车在第一季度只交付了20670辆 远低于其目标15万辆 福特更惨仅售出10866辆电动汽车 这是特斯拉平均一天多的交付量 不能量产导致他们成本一直削减不下来 所以都在亏钱 还有很多投资者认为生产电车和生产燃油车类似 传统车企将很轻松地迎头赶上 但是其实电车与燃油车所运用的技术截然不同 对于传统车企来说 电车其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除了电车机械技术外 还需要软件技术电池技术等 这都是传统车企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特斯拉不但已经拥有最先进的电池技术自动驾驶 还在积极拓展能源业务 如太阳能和储能解决方案 这些业务与特斯拉的核心电动汽车业务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随着全球对可再生能源需求的增加 特斯拉将从这些领域获得新的收入来源 综合以上观点 特斯拉股价短期内的下跌并不意味着其长期前景暗淡 从长期来看 特斯拉在电动汽车市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且不断创新和降低成本 政府对电动汽车的支持 以及市场潜在的增长空间 都将有利于特斯拉的发展 投资者应更关注特斯拉的长期价值 而非短期股价波动 更加明智地做出投资决策 实现资本的长期增值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